欢迎来到文化新生活之家国生活 我是Jeff和你主持2020年12月7日 礼拜一夜晚11点钟的财经节目 和你回顾下上一个礼拜在金融市场里面值得留意的消息 和分享下今个礼拜在股票市场里面可以赚到钱的机会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就是当你听完或者看完我这个节目之后 最重要什么都不要做 Just do nothing 因为多做多错 少做小错 不做就不错 如果你看了我这个节目 或者听了我这个收音机的节目之后 然后真的跟着我的idea去尝试做股票买卖的话 你可能会赚钱很开心 但是你也可能会蚀钱 而令到你不开心和你老婆吵架 这个我是绝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自己会做这个节目呢 就是因为我想过了 如果我每个礼拜自己其实都是会尝试在股票市场里面去炒卖股票 短炒一下这个全部是短线的speculative的投机 去尝试去赚一点点钱的话 我就希望每个礼拜都逼自己去做功课 去看一看究竟我上个礼拜的分析 还有我下单有哪些下得好哪些下得差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看看接着那个礼拜 即是现在这一分钟这一刻 向前往我究竟可以怎样做法 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录这个节目 现在这一分钟这一刻就是2020年的12月7号 星期一的早上9点14分 那还有大概16分钟的时间就开始了 那如果你是开车听着这个电台节目的话 你会留意到我会很多时候会是refer to 我画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图表 那你可能因为开车就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在家是可以坐下 静静地安全的情形之下是可以看到电脑的画面 那我就建议你立刻转去电脑上面看我们 youtube或者facebook的video 那你就可以了解多些这个情况了 好那9点15分了 现在看看pre-market的情形先 你会见到我很多不同的网站都是一些免费的网站 因为你自己本身不需要付钱就可以看到同样的资料 还有稍后我有些stock chart或者stock listing 你可以自己在电脑里setup都可以 那9点15分的情形之下 现在dowjones的implied open就可能会跌72点 s&p500就可能会跌7点 nasdaq就可能会微微升9点 那就礼拜一过去的香港那边的市场 26506就跌329点 nekei26547跌203点 上海就是3416跌了27点 那我以前都会看欧洲市场的 那我发觉现在都免费了 我只是留意一下香港和亚洲那边的市场 油价是46元,跌了2毫1 接着金价1843升了3元 我自己本身就很少留意 譬如家园兑美元的兑换率 或者油价和金价 我有keep track住他们的走势 但是我没有在那方面落单 因为我始终不是太了解 oil futures 或者gold futures 或者货币市场的操作的情形 我自己的偏见就是 其实是很多人在炒起期货的选择 令到它的价钱 它的volatility 运动得很大 那你可能作为一个听众 你会认识 对这方面多些 那如果是的 我很希望 将来会看到 你在网上的节目 让我可以在你的方面学习一下 那今早呢 我看到这个article 刚才那一纳约的headline Codec Eastman Codec 发生什么事呢 这些其他的股票 有些消息 那些不要理住 那如果在三机旁边的听众 你听到我好像有些冷场 为什么这么有趣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真的refer to 很多不同的graphs and charts 那也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就发觉 我没有时间去剪片 去以前这样edit的video 那所以通常你如果听到 我有些dead air 有些冷场 其实我真的在想着 所以就口没说任何说话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对不住的 就是我很多英文夹杂在那些广东话里面 因为我自己就是 初初几 很多年前来到加拿大那时 多伦多还是一个英文社会 那变成我就习惯了用英文 直到近期那十几年多了一些 台湾啊或者中国内地来的人 我反而要学回少少广东话 去和那些客人沟通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些chenglish 那些英文和广东话夹杂着 希望就会伤害到你的耳朵 那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不同的资料 那但是还有11分钟左右的市场就开了 那我呢其实你看不到呢 但是我角落头那里是有一个 螢光幕是看着CNBC 还有在我那里听着CNBC的commentary 那如果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我也可能会和你即时分享 Eisman Kodak这段消息呢 就是如果你记得的 Donald Trump很多个月前 给了Kodak 大概750M的钱 去给Kodak去转型 去生产一些 那些当在生产疫苗期间中 需要用到的化学chemicals Eisman Kodak 希望可以转型作为一个 chemical manufacturing company 那就 Donald Trump通过 Defense Production Act 就给了750M的钱他们 但是这笔钱还没给他们的 因为之后呢 Kodak就出了一个小小的scandal 那我在以前的节目都说过了 就是他们的高层人员 那些stock option 有可能有点点问题 有人问他是不是有点 insider trading 所以股票就跌回来 我现在bring up the chart 就给你看到这个情形了 pre market 它现在升到$12.94 升了$5.04 你会见到我在右边有个list 那我稍后会再和大家看看 这件事 是在7月29日那时 announced这个消息 那之后的股票跌回来 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事发生 那现在赔回在10元的位置 或者是7-8元这个level 那现在升回来 我immediately的反应 对这只股票就是 我自己呢 对这些 非然间弹起的股票 都是很害怕的 因为其实很多那些 那些药厂那些vaccine 已经去到Phase 3测试 那已经有一些 拿到Emergency Approval 譬如Pfizer Moderna Oxford Astra Seneca 起码有三个 已经是available to you and I 其实不是 就是有些美国人 selectively 他已经可以在12月份 可以开始打到疫苗了 那我笼统地说 已经的vaccine available to you and I 那这个可能是将来2021年发生的事 那我不知道究竟Codec 他需不需要再将自己转型 去manufacture 这些chemicals 去帮其他那些药厂 去生产他的疫苗呢 如果你是在赌注这段消息的话 那你就可能会作一个speculator 投机性 你就去买少少他的股票 那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可能 机会低一些 还有如果以前的人是拿着Codec的股票的 他们可能会趁这个机会 I don't know 他们应该到没有很长时间都不会见回家乡 去回他们以前最高 有人去到60元入货的位置了 那我就决定我自己就不会去买这只正股 那但是你如果要真的去赌注这件事的话 我们看一下12月18日 Expire date的options 如果现在12元8日的话 开市之后我们可能看到他的options那些价位会即刻升得很厉害 那有很多人会赚很多钱的 譬如现在做着12元8毫日 那你12元exercise price那一只 起码都有个intrinsic value就是8毫日 那而现在 就是现在是星期一7号9点22分 你还有两个星期的time value 那如果真的有些人觉得他会冲起的话 可能12元的call option premium 会由9个先去到1元那麽多 那如果你真的这样看法的话 那percentage你起码赚了10倍钱 说明你礼拜五的时候拿着call option 那但是你又要看一下 礼拜五你拿着call option 其实一直是declining value 跌到去9个先的 你自己买的时候譬如上一个月 或者一两个月之前 你真的买12元的call option的时候 你可能是用一两元或者三四元的价钱入 所以其实如果我不知道你自己的adjusted cost basis 很难会知道究竟你是赚钱还是蚀钱 而且open interest只有97张 那如果你之前是拿着10元那些call option的话 open interest有3789张 那again你是什么时候入货的呢 你可能是几个月之前 用几元的价钱买入一路看着他跌到15元 那但是现在的premarket他trade 现在是12元7.8元 那起码呢 这个10元 exercise price的都有2.78元的intrinsic value 那我不知道你见回家乡没有 那但是今天如果你还在想 心里面去究竟我追不追codec呢 我自己已经决定我不会了 但是如果你很多 就是闲钱是想想想想 扔到火炉里烧一下 看一下 就是if you have cash to burn 你可以做一下一些投机的话 那你可以consider 10元至12元的call option 或者你可以买一些out of the money也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就对这个股票就没什么意见了 OK 那so far这个就是premarket的消息 就是起码对我来说是interesting的 嗯哼 现在都是我相信cnbc他的update 不是好update 但是都是indicate premarket是跌74点 dowjohns s&p就跌大概8点左右 NASDAQ就升5点左右 我就纳一纳电视机 CNBC那边没有报premarket那边 但是我之前看过好像是跌80左右 ok都差不多了 ok好看回我们上个礼拜的图先 这个就是 11月3号礼拜一 Dowjohns industrial average 那他呢 初初开市 然后就sell off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自己的分析 的analysis 我觉得说市是会升的 就是at least 我当我找炒卖股票的机会的时候 我的intention是buy the dip的 那星期一的时候我看到dowjohns跌200多点 NASDAQ就 啊 初初开市跌的时候 然后升回 然后s&p又是跌的时候 升回 好像还有一个volatility index 就是在这里 这个fix这个是礼拜一 开了市之后 然后一路跌下去 通常fix跌呢 就是说s&p是会increase 一个inverse relationship 是升的 ok 那你看回s&p 留意到就是当个s&p 初初一开始一跌 跌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我现在take一个mental note 就是我加回time frame 老鼠仔放在这里 9点半至到大概10点45分左右 ok 9点半至10点45分左右 ok reaction其实都在这里 ok 都挺好 因为都同步地的s&p 和fix的走势 其实mathematically 当然它的formula 是会 correlation很贴 但是有时我都留意到 有些情形就是当个s&p 是走着一个trend的时候 fix反而没有什么反应 譬如你和我好像有少少 desensitized 觉得我的市场是这样的 所以fix就没有什么 特别的反应 之后呢 在低位上回来 然后我现在的看法就是 可能每个chart的gradient不同 ok 会影响到我的有少少偏见 或者confirmation bias 但是由22.5就跌回到20.5 这段时间呢 s&p就慢慢升回 由3600对3621 ok 我们不要overanalyze 每一天的走势 不过我这些全部的分析 我都at the back of my mind 放在这里 看看之后有没有一个 全面的看法 星期一的市场跌了 接着星期二的dow jones升回 那那nasdaq s&p 和 volatility index 那nasdaq也是星期二升回反弹 s&p500也是星期二微微地升 during the day 但是其实它有个gap up 那那你make a mental note 就是说 如果你observe到 真的譬如 今个星期2020年的12月7号 至到11号 可能同上一个星期的11月30号至4号 同样有一件事发生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的市是跌的话 next day可能会反弹 会有一个gap up 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没有人知道究竟会不会发生 但是也不要过分分析 我只是现在我见回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chart 会告诉自己 OK 真的可能会有一个gap up 那就是assuming 如果今天 如果是12月7号 星期一刚刚开市了 道指跌82点 如果今天7号真的跌的话 那明天8号星期二 会不会好像上个星期一号 去到有个gap up呢 那会不会收市的时候 那时候我会入点火 这个就是我现在去告诉自己 就是just as a reminder 星期三 那个市 大线 大线 星期二升完之后 星期三是gap down的 但是之后它up during the day 它有个recovery 那再很快看回 我们在这里 Nasdaq 跌少许 Gap down 然后升回 S&P 又是gap down 然后升回 少许 接着 volatility index 9点半 9点半的时候 一开始 他 pre-market 跌得这么厉害 something must have happened 但是我又 我的trading notes 没有写到 究竟星期二 晚 星期三 有什么 urgent news 发生 during the day 或者我炒一炒 究竟有什么事 令到 它会这样 OK 不要过分分析 星期三 先 然后再看 大一点的画面 星期四 我现在眼睛在看开市 dowjones跌51点 咦 有点反弹回来 因为开市的时候跌82点 Nasdaq升11点 这个画面是看到Thursday 这个是December the 3rd 这个市 最后的半个小时 跌回来 我看我自己的trading notes 其实都是说 stimulus plan 究竟美国会派多少钱 Nasdaq星期四那天也是这样 S&P也是 在尾尾收市的时候 你也看到volatility因此去升 然后Friiday 然后Friiday又升 嗯 嗯 如果你是真的捉到路的话 一天跌一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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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炒 恭喜你了 你可能赚到钱 但我自己上个星期就没有那么好彩了 看一下 一路升 好 啊 Friiday收市之前 一直都在升 接着看个weekly chart 这个都挺encouraging 我暂时觉得它也是一个up trend 譬如Dowjones 如果你不介意跟一跟我的话 11月30日市跌 接着 December 1日星期二升 接着星期三 开始的时候跌又升 接着星期四又升 不过最后半个小时跌 但周五呢 就升回 which is a good sign for me 整个星期都是net positive 和我们close above30,000 这个point 我现在再看看我的real time live Dowjones 30166跌51 S&P 3692跌6点 NASDAQ 12478 升14点 挺好 我喜欢其实市场开始开始跌一点 可以有机会收拾一些东西 那 NASDAQ 这个就是weekly chart 上个星期 11月30日至December 4日 也是一个net positive的星期 S&P也是同样的 有一个net positive 而令到我觉得 今个星期都应该会是一个up week 可以maintain到三万点 刀钟是一件好事 那这个就是CBOE Volatility Index 整个星期这么多up and down之后 我们都是end back at around21度 这个是另外一个folder 一会儿再看看 好 那我保持着volatility index 因为之后呢 我应该有个大一点的time frame ok Dowjones for the last two weeks 我之前如果你有听我的节目 我都会想一下 究竟是一个拜登 Joe Biden的triple top 是穿不到的 是一个resistant level 还是一个w pattern break了之后 会变成一个support呢 那上个星期我就决定了 是一个w pattern support 和一个up trend 那今个星期我亦 因为上个星期 我都要看一看 VIX的volatility index 走势 那这里有两个图 这个time frame 不同的time frame 有不同的analysis 如果看上个星期的week 我就觉得是volatility 但是之后呢 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再看一个比较长一点的time frame 在以往呢 在以往呢 我自己就觉得 那个vix呢 是应该trade between25 to 30 由25 至30 这个channel 因为你当9月10月份的时候 我看到它真的发生这件事 或者如果看一个长一点的time frame 25至30 如果你跟到我 我只是老鼠仔的 我没有画到一条线 7月份 它是valid的 8月份invalid 接着9月10月份partially valid 但是现在呢 如果你看到long term chart 我们2020年上个星期 12月4日星期五 收市时的fix呢 20.79 那我就arbitrarily 用了一个 如果你看到我在这个chart 2月21号的point 因为它的fix是未spike的 当时的s&p downjohns和nasdaq 全部都未大塌 因为我们有shutdown的情形 那我就在想 现在有vaccine了 然后经济大部分人都是reopen 说将会经济重开的情形之下 如果说vix会不会落到17.08 或者under20这个level呢 I don't know 但是我就force myself 迫我自己去 已经脱离了 说vix要回到20至25这个channel的位 as recently as 2020年 November 27th 11月27日 即是两个星期之前 星期五 那个day low 其实是穿了20的 去到19.51这个位 我可能欺骗自己 但是暂时呢 今个星期我就用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市是一路上升的 就是说当我去找一些机会 一些speculative的股票去炒的时候呢 我就会是buy the diplop 当它跌的时候 我就会看它会不会反弹 用一个牛牛 bullish的看法去找一些股票 as compared to 如果我觉得市场是一个down trend的话 或者那个礼拜可能会是一个down trend 那我就会用一个bearish 一个向下望的心态去找一些股票去short sell它 即是如果它反弹的时候 我反而是会sell the rally 但是我跟你再说多一次 这个礼拜2020年的12月7日至11日 当我去打猎的时候 我是会找一些buy the dip的opportunity 好 investor sentiment 你和我的看法不同 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的blindness 我的夸夸 如果我看错的我就看错 但如果我看对的我就看对 每个星期可能我都有改变 我暂时觉得overall economy 整体来说因为有vaccine 你和我的心态都是有希望 快可以放牢了 可以出街了 不需要困在家 可以出街去餐厅吃东西 reopen的股票 其实有整个category 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我的老鼠仔 很多这些股票在市场里 其实已经炒到价钱很高了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觉得是有机会再会再高一点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很危险 很speculative的东西 就是buy high and hope to sell even higher 其实这件事是很害怕的 所以你要小心 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要感觉到一个thrill 或者ephoria的感觉 或者其实已经是一个maximum point point of maximum financial risk 当the second derivative equals zero 我们去到一个point of inflection的时候 而再跌下来 你拿着它虚钱的时候 你就会可能experience到anxiety或者denial了 可能你都会的 或者我都会的 we shall see 暂时来说 我现在给个warning 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还有少少位可以冲上去 但是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了 那我自己的trading plan 刚才看完图之后 我觉得Dow Jones Nasdaq和S&P 都是一个uptrend 而fix可能会是visit historical lows 但我始终要有少少的warning 给自己or not 就是要提醒自己 那fix其实如果在现在这个低位 它可能是很容易升上去 而之后我会再解释多些 我记得我可能之后有个slide 会说这件事 那变了落单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insist你要落 落些小些的单 small positions 但如果你可以忍得住 最好reframe from trading OK participants have adopted a reopen scenario 我觉得市场上的炒家 现在大家都是从一个炒股票的角度去看 因为vaccine来了 经济重开了 有什么股票可以炒起呢 以前有一些很谨慎的courcious money on the sidelines 我看见上个星期其实是有money net inflows that money is coming in 那一些热钱 hot money 几个星期之前 它们是jumping back and forth from value stocks to growth stocks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 both value and growth 都是all in的情形 但是as a warning 你要知道 我们在现在这个经济上的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如果你和我都觉得 啊 有cash坐在那 on the sidelines 我是未放入市道的话 跟着看着市一路升的话 其实会不会是一个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呢 你是不是很紧张 我的钱其实看着人家赚钱 我自己没得赚 真的不值了 我要找些东西来买呢 这个你要小心 因为在一个这么低息的环境之下 你觉得拿着债券on the sidelines 或者cash是赚不到钱的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except放在股票市场 和地产市场里面 其实我是听到有些人 已经是说 地产市场是一个泡沫 和股票市场是一个泡沫 我赞成的而且确是一个泡沫 但是未去到一个 就来那波会爆的泡沫 还可以更加吹得大一点 That's what I'm telling you right now 在今天2020年12月7日 礼拜一 9点43分钟 市已经开了的情形之下 NASDAQ升41点 Dow Jones跌100点 跟着S&P暂时未报 我如果看到的我会再告诉你 OK 如果Federal Reserve 是他会hold back 就是现在 譬如Steven Mnuchin 跟Jerone Powell说 美国的paycheck protection plan 那个program 大概有130个billion的钱 是allocate了 但是未用的 他想拿回 Steven Mnuchin想拿回那笔钱 他放在其他的计划里面去救美国的经济 他问Jerone Powell拿回那些钱 对市场来说 其实你不应该overreact的 但是如果Jerone Powell和Steven Mnuchin 或者Donald Trump 不如他不会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我要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说一声拜拜 因为我们这个星期一夜晚 11点钟的电台节目 只是有29分钟的时候 但是我这个节目未完的 我还有很多资讯和股票的消息 跟你分享 请你马上去到YouTube和Facebook 看这个星期节目的video 多谢你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走出来说 我们现在停止 就是山水喉 停止去派钱去振兴 这个美国的经济的话 因为Joe Biden的policy 可能有conflict的话 这个消息就会很影响到 市场的speculation 那个sentiment 而会令到股票可能会 come back down a little bit 那我就叫这个 叫做mean reversion 你自己google 看看那个definition 那这个唯一是一个 我想到的一个negative news 那当然有很多shocks 或者有些原因 是我估不到的会发生的 那如果真的出来的时候 到时我们再分析 那但是我想提醒你 你炒股票炒得这么个人期间 你都要留意一下 是可能有些negative news 令到市场会跌下来 as a word of caution 好 那我现在呢 就这个thesis 我放下了几个礼拜 但我现在 就是look at it again 就是看回一些新的IPO 那我知道spac 那些spac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rporations 其实已经很濫 濫是一个广东话的字 如果我的中文有限公司 就是没有了解错的 就是说每一个很出名的投资者 都出来说 拍心口 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者 你现在给钱我 write me a blank check 接着我就拿着你的钱 然后我就找一些很有potential的公司 去将他们上市 那我们就可以赚钱了 这个就是spac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SPAC 背后的sales pitch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因为很多很多人都是做SPAC 而这些钱是充值了市场 变了几个月之前 差不多每一个spac 他上市的时候 你都可以赚一笔大钱 但我发觉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尤其是当一些spac的ETF 说要come to market的情形之下 我就觉得这个市场 已经是有少少oversaturated的情形 所以你就会要小心一点 但我依然觉得是有机会去的 不过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在画面里 你见到我有几只股票 我是觉得上个星期 我看到是有些热钱进去的 那我就create了一个folder 一会和你go through 这件事 那如果你是只是想着 有一个Christmas rally 一个Christmas trade 我是想玩一些股票 是因为online零售业的呢 那去年差不多11月开始 我已经提过这件事 那今年我也拿出来 就是amazon shopify 两个网上交易的平台 amazon美国 shopify加拿大 那去年你会记得 我也有recommend alibaba 那但是今年 I deliberately exclude alibaba 因为Jack Ma 现在被习近平封杀 马云忽然间好像在中国 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罪人 好像以前文化大革命 批斗那些大地主 被人批斗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如果有些 political risk的话 为什么你和我要投资在任何中国的股票呢? Why do we have to take the risk? In fact 许智峰和他的家人 那些银行户口被人freeze了的话 我都很surprise 为什么我看不到今个星期 会香港人排队去那些银行的分行 去拿钱去拿钱走 那些银行会不会擠提呢? 那我今个星期 其实我会当着看看HSBC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 speculative trade 但是be careful 因为譬如HSBC你想玩它 它背后可能有一些 很有钱的财团 会忽然间走进来 掃起股票去 尝试去杀下你的short seller 那你要小心一点 OK 接着有一个category 我一直都看开的 就是electric vehicle stocks 那如果上一两个月 你一直在看中国四大天王的 Nio、Lee Auto、小鹏和Candy 你可能会赚到很多钱 但是我希望你慢慢地会 take some profits 因为很多short sellers出来 已经说那些股票是overpriced 因为那些车厂本身的productions projections earnings estimates 和实际的销售量 都是其实数目是很rosy的 rosy的意思就是看得很好 但是如果他们所有的valuation come down to earth a little bit 那些数目的estimates 是低了一些 你会发觉它的股票 其实可以come back down 大概三成至五成 a 30 to 50% reduction in the current stock price 我在其他分析家写的report 有些人提过这个 整个sector其实可以跌回三成至五成左右 那以个别股票来看 你自己可能会熟一点 那我也有个list 如果今天有时间跟你go through 我会跟你看一下 那虽然我觉得整个sector 是去到一个irrational exuberance的情形之下 但是我自己依然会继续去跟着eV的股票 看看有没有反弹 dead cat bounce 或者short sell 去踩低它的机会 OK 但是你呢 我再提一提 最好呢 什么都不要做 我知道我说了差不多 多个三十分钟的时间 都未入正题去看个别的股票 但是你就最好当这个节目 是娱乐了你whatever的时间 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都好 视乎这个节目有多长 什么都不要做 因为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就不错 我不希望你跟着我的idea 去赌钱 去speculate的情形之下 亏了钱 然后跟你老婆吵架 That is not what I want OK 记住了 请不要这样 什么都不要做 是正确的 dial总时间30088跌130点 NASDAQ12497是升了33点的 好 另外呢 就有些消息 想跟你go through 上个星期的 在这个金融市场 我觉得interesting的消息 OK Nicola 如果你有看我以往的节目 你知道我一直都跟着 那GM终于在11月30日的时候就announced 他不会跟Nicola no longer take an equity stake 那Nicola的股票就一直跌了 我这里没有个chart 在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的自己看一下 不过我已经没有跟着这只股票了 It's dead to me 我不会再看这只股票 因为catalyst 令到它移动的消息 已经大的消息 已经完全过去了 So forget about the stock OK 接着Vaccine的消息 Moderna 最后issue了它的final data 都是很positive的 Cyclical rotation 基本上他CNBC这个人 他告诉你 在11月份 很多钱进了去Energy Banks Industrials Technology Healthcare 那个sector 那我自己的thesis 其实是除了一些热钱 jump from value to growth 我现在觉得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all-in的scenario both value and growth stocks 那你看着 Extreme bullishness behind the pullback 很cautiously 要看看就是 没错我现在是bullish的 而过往几个月的市场是extremely bullish 你要记住 我虽然觉得还有位去 但是我们可能 那个波已经吹到很大 随时会爆 所以可能玩多一两个礼拜 去到年尾 那就没有了 小心点 OK Seasonal strength Again Santa Claus Rally 如果你相信他 那你就会觉得 就是还有得去 like what I said 我是觉得这个市是还有得去的 不过小心点 就是爆煲的level 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段是加拿大的消息 如果我记得的话 实体经济 其实你跟我其实都感觉到 我们自己如果你有楼 或者有investment property的供起来 你见到你的市场价值 的market value 一直都升 而interest rate一直低 你可以供住那个mortgage 不需要太辛苦 但是其实有些人的加拿大人 他们的负债率 或者美国人 他们都很大的 那至于会不会令到有default 或者 负债率 如果你留意到上个星期 加拿大所有的银行股 他们的earnings 都是上升了 而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的provision for loan losses 他们是减低了 其实这是一个accounting的方法 我不同意各大的银行 它reduce 它的provision for loan losses 因为他们觉得 加拿大的经济是会继续好 我反对这件事 我依然觉得 我们是一个k-shaped recovery 就是英文字的k字 有一只手是向上的 有钱人一直有钱 但是k字的英文字 有一只脚是向下的 如果你是不幸的 不幸的 你是没有了一份工的 你依然是 你的私人经济 你的personal economy 是很差的 那我不知道 怎样可以帮到你 唯一就是 你可以找回一份工 去令你有收入 否则你不要觉得 政府CRB 或者以前CRB 那些钱 是会继续 或者代代平安 因为明年2021年 当你报税的时候 他会订阅你 而我发觉 可能会大部分 加拿大人 有个surprise 会有一个claw back 他们要还钱给政府 那其实这个讯息 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too bad 我们改变不了政府的policy 11月3日 礼拜一的时候 我看到这只股票 忽然间 升了174% 那么厉害 我看看现在的charts 它做成如何 当时场外最高 升到$11.35 哈哈 收了皮了 看到它 哇 先看看 那天12月1日 premarket 有人炒炒炒炒炒炒 上到$13.94 但是 as a word of caution 如果你真的看到有一天 有只股票 是升得这么厉害 你之后 你真的去追它的话 通常来说 都是 就是 有些股票 我一看到 看个名字 我就知道 可能是有人在玩 那of course I could be wrong 就是你不要攻击 说我特意要target 某些股票 或者 因为这个名字 而觉得它似乎 就说它没有前途 但是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这只股票 如果你真的跟着它 追了它 那你就真的 虚了钱了 啊 看回kodex先 kodex kodex 现在的options refresh一下 screen $13 哇 哈哈 厉害 10元那只升到去4.5 即是它预期12月18日 你要起码exceed14.5才有钱赚 12元exercise price那只 2.78元 即是你起码要14.78元才有钱赚 你看看percentage gain 升了3000% 之前是不是9个先的 是的 或者1毫子 3.1升3元 good but again 我不知道你的adjusted cost basis 如果你是几个月之前是入货的话 你可能现在还在虚钱 但是现在今天so far 我看到很多人在买8元 10元 12.5元 哇 ok 有些人真的买20元exercise price的call option 有4000多张成交 但是20元加1.5元 正股起码要去到20.5元 你的call option才叫做in the money 那现在是13元 即是你觉得它还有at least 即是8元9元的位去 挺crazy 你看看long term chart 哈 I am not touching it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 啊 祝你好运了 ok 我就不再看它了 ok next screen ok CAS 是的 当日 无端端有84的million shares 成交 啊 Steven Mnuchin 问Jerone Powell拿回一些正余的钱 so what 不需要overreact 即是at least 这是我的看法 你的看法可能有些不同 up to you 跟着就QS QS是一只SPAC 以前它是Kensington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那当它转做正股去上市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一直买KCAC 即是当它是SPAC的时候 一announce了Bill Gates有份参与这间做电池公司 content scape 那时你可以当时已经买的了 20多元 跟着那时是9月3号的情形 我给你一个好看点的chart ok 那个announcement 9月3号出了那时 飙升了 然后因为市场有其他东西很attractive 慢慢跌下来 去回12.5 然后又炒上来 直到它start to trade as QS 一直升 其实我很excited 一直跟着这只股票 但我自己没有入到4 之后它其实是跌下来 我刚才doubleclick了它两次 那现在这只股票发生什么事呢 QS 我记得它当初一trade as QS的时候 我很excited 我想追它 但它升得太快 所以我就阻止 没有做到事 之后就去到一个高位 然后跌下来 嗯 so I ended up doing nothing 但现在这一分钟这一刻 我会怎样做呢 虽然它是上了市 less than a week 或者two weeks 27号到现在 一个星期左右 但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新消息出了 the catalyst is gone 可能我经常说这句话 就是说新鲜感已经没有了 所以too bad 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找不到钱 如果它真的drastically pull back 去回30-25元的位置 我可能consider它 是一个speculative trade 但是by that time 我需要看一下它的earnings 看一下它的数目如何 但是我会看其他东西 就是不会再跟QS去追它 接着有一段消息 就说哈哈好可爱 多伦多 有一条街 很多人摆了 Mr. Snowman 那我嘲笑它说 Costco is the winner 那of course Costco买很多产品的 不会因为有人去买 几十只 就是Christmas decoration 而令它股票升 但是如果你跟我再 experience 有lockdown的话 去摘货 去家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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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co 会不会继续升 呢 我看过很多 analyst 说 因为这个疫情 那些人会去做bulk buying 去stock up 所以Costco 是一个赢家 没错 这个thesis 是很valid的 但是我是在找一些 就是股票 是移动得快些 有多些momentum Costco 就是 不 这些 分析 所以 你和我 如果是大钱 big money as a fund manager 会考虑入 但是我只是一个小薯 一个small potato 一个小炒家 我就不会玩Costco 12月1号 CNN有一段消息 有人做了个report 这段消息其实炒不到任何股票 OK 大家纳CNBC 先 NASDA 现在升53点 S&P 跌6点 DOW JONES 暂时未报 DOW JONES 30052 跌162点 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7号 早上10点04分 12月1号 NICOLA 之前的slide我和你解释过 我已经放弃了不再看NICOLA 但是上个星期如果你看到这段消息的话 你就会知道 Trevor Milton 的founder 其实他有很多股票的lock up period 和有一群投资者的lock up period 都会expire 所以他们会订货 如果他们会订货的 你拿着的不如你先订货 即是没有益了人 你自己 either是指舍 或者take profit whatever your case is Biden 出来说 announce Janet Yellen 会是replace Steven Mnuchin 做treasurer secretary 那很多不同市场的分析 我自己看了CNBC live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 Joe Biden 和Janet Yellen 他很有默契 而我会形容他们现在是一个蜜月期 一个honeymoon period 我相信他们两个会很夹的relationship 一起做事 所以我觉得如果Biden真的是美国总统的话 他的fiscal policy 和Jerome Powell和Janet Yellen的monetary policy 应该是会很coordinated 那end result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如果他们决定一路去派钱 一路去做injection 去印银子的话 股票市场一路会sustain 但是如果他们忽然间大家决定 说要山水后了 那可能这个是一个negative的现象 对股票市场来说 但是实体经济 其实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需要继续去印银子的 again Nicola 我已经现在12月7号 告诉你放弃了 但是当日11月1号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gigantic pile of poop poop ok 那我不会再跟这只股票的了 ADP payroll figures and all these statistics 如果你觉得实体经济是差的话 你看到这些数据的话 你会come to the conclusion 就是我们已经经过了谷底而上来 As long as you and I both agree 最差的情形已经过去了 而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 已经是上升中的话 that's fine ok 但是我们跟着要再 agree 就是我们未去到一个recovery的情形 要停止去再泵银子下去 我们现在依然是要再泵银子下去 而如果你同意这个说法 then you and I are fine QS quantum scape 刚才看过了 ok 我觉得catalyst is gone 我不会再跟QS 美国的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出来说缩短了一个quarantine period 这个可能是can be interpreted as positive news 究竟stimulus plan 会不会有呢 Nancy Pelosi 和Steven Mnuchin 讲不讲到店数呢 跟着有些新的spacks I hesitate跟你go through这几个 ok 因为you and I都是盲中中去去赌 this is purely一个赌场 一个gamble 一个speculative trade 跟着就是nanox 或者nnox 这只股票 如果你有跟我以前的分析 在节目里面提过 就是它说它自己有一个invention 其实是一个digital cold cathode x-ray emitted tube 它发明了 改良了科技 而令到它就因此可以做到这一部 叫做nanox arc的imaging machine 那我在以往的节目我批评过它 我说我不能够相信它这个technology 那个shape是这么小的 可以做到它说它自己做的东西 那nanox呢 它就在12月3日的时候 做了一个live demonstration 一会儿那些slide我会给你看到 那之后它的股票的反应就是 它before它12月3日那个live demonstration之前 那些股票最高在12月1日炒到上去69.1日 大概到的位置 我看着左手边这个四方块 ok 然后就跟着跌下来 如果你看回它的long term chart 之前9月份因为它的positive news炒起了 那班人你看到12月份 终于12月1日可以见回家乡了 那我就希望那班人就出货 那就代代平安 那有些人的看法就是 everyone who needs to sell has sold already 因为已经revisit回到它9月份的高位 你终于可以 啊好彩啦不用大集蟹啦出货了 那there are no sellers left 再没有任何去看它 就是向下望 啤啤熊人 没有任何bearish的人 是会可以short sell到这只股票的 那therefore there is only bias left 这个是其中一个看法 那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同意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technology 我觉得这间公司是一个scandal 因此你如果这几天上个礼拜 这个高位买入了这只股票的 你会见到它一路跌下来 那我现在就跟你比较详细 再讲一讲这个情形 我看看有多少个不同的graph ok 原来是有这个 this is this one also ok 这里 好有几个不同的screen share nanox它自己的breakthrough technology 是我的画面上面 这个叫做digital cold cathode x-ray emitted tube 这个东西 it's smaller it can fit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很小的 那它做了一个live demonstration 那有个link在这里 或者你去回它自己的网站 你就可以见到它这部机器 那它这部机器的size 其实是比较大 就比它这个自己的图 这个illustration是大很多 那我自己的分析就是 那如果你是熟悉一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一个mri 我中文有限公司 是不是有人翻译做磁力共振 ok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的machine 那你知道它那些发射器的transmitters 是在上面的 就是如果你跟到我的老鼠仔的话 我就这里为之上面 那它这些这个cathode x-ray emitted tube 将它的那些辐射去射向下面的时候 在上面这里射向下面的时候 就穿过你的身体这个specimen 或者我现在看回左边这里 上面一些发射器 发射了它的辐射 穿过了一个specimen之后 就在下面 如果你跟到我的老鼠仔 下面就是一些receivers 接收器 而这个接收器 就interpret了 因为这些辐射穿过了你和我的身体 因为你的身体 内部的结构 是会阻挡到它的辐射穿过我们身体的tissue 那些组织的话 那我们的接收器 在下面的敏感度 是可以测量到 而通过软件的分析之后 就会给了一个image 你和我去看到X-ray的image 或者MRI的image 而你看到牆上有些例子 在这里 OK 那这个小小的图 当然我认识 它有什么可能 那么小的位置 放到那么多的transmitters 还有下面根本是没有receivers 在这里可以接收器 那有些人讨论 会不会在这个flat bed 那里放了一些receivers 在这里 I disagree 因为它的working prototype 很明显 它的receivers 是放在下面 那如果你真的看完 它26分钟的那个video 而它在它自己的网上 也放回上来了 或者你去看它的investor webinar 那它会有点解释 那有些人出来支持它 NanoX的short sellers 或者是错的 是故意去short sell这间公司 其实它们是很有potential的 only time will tell 那也当它做完了 它的live illustration之后 立刻有人follow up 在不同的media 寫一些很positive的news 去尝试去撑起这只股票 但是nets results as of this particular moment 我现在做一个refresh 现在是2020年12月7日 礼拜一 早上10点15分 那只股票的反应是向下跌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打横 horizontally 如果你跟着我画一条线 然后打斜 由bottom right to top left 一条线 会觉得是一个wedge pattern 而因此股票会向下跌 这是一个小小的technical analysis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根本不觉得 这间公司做的东西是 即这个机器是work的 所以我的偏见就是 I think 这只股票 是只是一件事 所以我会 I won't touch it 但是如果有机会 If I really want to touch it I would short sell this particular stock 那如果真的是的 看下他的options 先看下今天的trading volume 12月3日 他做他的live demonstration 那天 那个trading volume 才只是得六百万 六点四 6.477 million shares as as compared to他平时 他成交量 10月2日那时 非然间高得很厉害 OK 但是今天的成交量都很低 no bias and no sellers 现在做着55元 54.98 那55元的put option 哇,8元 接着55元的call option ok my interpretation 就是市场都觉得 就是built in a lot of downside ok so there's nothing to play with 就算我真的想用put option 去short sell它的话 那我estimate股票去回45元的位 likelihood有多大呢 就是要跌20%左右 去回这里 oh ok 没什么 没什么 yeah there's nothing really to play with ok based on option premium 已经预期 这只股票跌回11月25日的level 或者9月9日的level around this level ok there's nothing to play with 好了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NNOX is also dead to me 不用再看了 ok again 有另外一段消息 究竟会不会有个stimulus check呢 究竟Nancy Pelosi 和Steven Mnuchin 或者Chuck Schumer 会谈点数 或者会不会有几个不同的小的stimulus plan 加上会有两个trillion至四个trillion呢 we don't know 这段消息是关于Donald Trump的竞选 有些人出来说Donald Trump应该要declare marshall law project veritas 他的case是说CNN在以往几个月 尤其是竞选那段时间 他没有report到 或者其他美国的media 没有报道Hunter Biden 和Joe Biden的腐败方面的消息 是因为是一个coordinated effort 去令到Donald Trump下台 I partially agree with this 有很多不同的人出来 去尝试找些证据 但其实这件事很难去证据 Jeff Zucker 是CNN的producer 画面里面这个James O'Keefe 打电话跟Jeff Zucker 说过往几个月 我一直去记录了你们 早上九点钟开个例会的 那些recording 就证明到你Jeff Zucker 在CNN里面 give direction 去你自己的CNN的reporter里面 去 怎样去报一些消息 或者怎样去不报某一些消息 去操控了媒体的media的 新闻的发布 Project Veritas 这个James O'Keefe 现在就会慢慢去把这些证据 拿出来 去证明CNN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 biased的fake news media 这个其实挺有趣的 我也有跟这段消息 在网上其实很多人都在转载 现在James O'Keefe Project Veritas 的video 那你有时间 如果有兴趣看这些东西的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 Pfizer在12月3日 周四收市之前 忽然间 因为Wall Street Journal 出现 报道了一段消息 说 Pfizer 他更改了他 对他自己 Vaccine的 Production Target 而令到股票 一直跌 即临收市的时候跌 而一些reopen stocks 比如American Airlines 也因此跌了下来 因为他们同步走 但是其实这段消息 是false alarm 因为Pfizer 他10月尾11月的时候 他已经adjust了他自己的 November production numbers 那Wall Street Journal 其实 12月3日 上个星期四的时候 是报了一些旧消息 但是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市场 现在你和我 对这些消息的sensitivity 是过分于快 因为你和我立即 撲下去尝试赚钱 就没有去做这个fact check 所以 这个case 就要提醒你自己 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出了一个news it turns out 是incorrect的话 而你下了一张单 那你就可能会蚀钱 这样 ok again nnox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觉得股票是会跌下来的 and the same as bitcoin 我应该有个图 是在这里 combine了 好interesting 我和你分析过nnox 我觉得是一个scandal 另外我看到bitcoin的chart 这个是bitcoin的long term chart 2017年到现在2021年 三年的long term chart 和nnox 9月到现在12月三个月的long term chart 它们的pattern 当我摆在这个chart的时候 你会看到 it's very similar 那我之前和你的分析就是说 以前在高位入了货 那班投机者speculators 等了三年之后 或者等了三个月之后 终于哇正啊 现在见回家乡了 那就 啊出货了 拿回自己的principle 回来 就当自己执回身彩了 那之后 谁会再去托起那只股票呢 in the case of nnox 因为我觉得它背后 那部imaging machine 是一个scandal 所以我就不觉得 nnox的股票会继续上升 那如果你和我 是同样地觉得 Bitcoin 并不是it's not a real thing 那我就会觉得 Bitcoin会跌下来 你和我可以discuss 很久很久去argue 究竟Bitcoin 是不是一个真正 会是将来一个电子货币呢 而现在很多国家 或者中央银行都说 会推出一些电子货币 那究竟那些电子货币 会replace 了Bitcoin 还是依然会 当Bitcoin 是一个benchmark 去作为一个 行量的标准呢 而Bitcoin会因此 因为increased demand and controlled supply 因此的价钱一路上升呢 我明白些人 为什么会炒起Bitcoin 所以Bitcoin上升的机会 绝对是多过 是高过NNOx上升的机会 NNOx我觉得的technology 是一个scandal 所以会跌 Bitcoin反而 还有少少case 可以argue 说它会上升 但是technically 这个是一个major resistance level 应该是会有一个retest的 所以你会发觉 它可能会打横行一段时间 那我们现在看看Bitcoin的情形 for the last few days for the last few days 我当它在retest 但是你可能会当是 一个buy opportunity 我就觉得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懂 而我没有一个很好的instrument 它可以炒卖到Bitcoin 最好的那只都是叫做GBTC 但是它是trade over the counter 所以我也免得跟你提醒它 So in summary Bitcoin我不会碰 而NNOx 如果有机会 我会短售它 但是put option premium 已经全部建立了 去到45元的价位 即是其实 I feel can make money 那我就唯有reluctantly放弃 Bitcoin和NNOx 其实Bitcoin不是reluctantly放弃的 我就是for sure 其实一定不会玩的 只是NNOx 我知道它会跌 但是没有机会赚钱 那意思 接着呢 Chinese scientists claim breakthrough in quantum computing 如果中国真的做到一部quantum computer 比全世界更好 真的恭喜它 因为我这个科技 我承认是一个quantum computing 是将来的一个leading edge的科技 那我希望全世界都会有quantum computers 那如果现在中国真的有quantum computer 是做到那么多个computations的话 那它可以做些气候的muteological 气候的模拟 simulation model 它可以研究核子弹 或者fusion and fusion 两样都可以 那或者它可以真的去mine全世界所有的Bitcoin 因为如果你有那么厉害的电脑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做crypto mining 你可以赚很多钱都可以 那我会suggest 那当然有些很聪明的人 已经比我聪明了 可能已经是在用美国 中国或者澳洲 或者苏联的超级电脑 已经是在做crypto currency mining 都不定 OK We never know 上个星期五的unemployment figure 出来的时候 有人提到的participation rate 但经常在CNBC里面的coverage 我想他们只是提过两三次左右 我的observation就是他们CNBC的报导 轻轻大过的unemployment figure 我自己 他们有提的就是 左手边的trend down是一个好的trend 但如果你看回那个participation race 我依然觉得 在美国来说 代表很多人是没有工作 对实体经济来说是很差 有些美国人 因为根据美国的报导 比如前线的人 frontline workers 我希望加拿大都是 首先会得到有vaccine 但你和我可能要等到2021年的first quarter 到时经济才会重开 但是股票市场 一些economy reopen的股票 其实已经炒上来 多伦多想有个vacant home tax 跟着Vancouver一样 我觉得只会令到多伦多的楼价 继续升 因为如果你和我是一个投机者 给多1%一年算得什么 温哥华的vacancy penalty tax 2019年jump up to 1.25% 跟着2021年开始会是3% 如果你有observe到Vancouver的楼价 其实一直都是上升的 当然不是全部都有上升 比如那些monster homes 有些回落了 有些继续升 但是那些中级屋 和那些刚刚上车的condominium 的价钱 的per square foot的价钱 其实升得很厉害 如果在Downtown Toronto 2000元一尺 It's not a surprise OK 哇,真是救命 当然of course 1600尺 或者1800元一尺 你都可以卖到 视乎哪个building 多伦多如果真的implement 这件事 We start with 1%一年 1% per year 在某些地区 多伦多的楼价 每个月是升1% 如果你是一个投机者 就算给个penalty tax 都无所谓 Federal government spending is entirely appropriate Future growth will look after Federal dead load OK 我和TD Bank的CEO Mr. Masrani的看法一样 就是加拿大要继续印银纸 要继续帮助我们的经济 去回复疫情之前的level 而我们其实是比美国的recovery慢的 所以我听到在加拿大的媒介里面 有些人说派得太多钱了 不要啊,债务太高了 OK,we need to continue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步要继续去派银纸 去帮助我们的加拿大的经济去回复 去recover 跟着这个呢 是一个trading idea Nomura Securities 或者Nomura Holdings 其中有一个quantitative analyst 或者quantitative analysis的analyst 他就研究了说 那些treasuries 现在可能有人会 sell off他的treasuries holdings 我自己想到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的股票市场 升得这么厉害 而reopen的经济重开 这个thesis越来越强的话 会有很多人以往 或者有些fund manager 握着treasuries 或者fixed income的话 会继续continue 做多些sector rotation 由fixed income 去到both value and growth 就是他会买equities 如果根据那段消息 你想落一张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TLT 这个bond ETF 但是你是看TLT跌 因为这段消息 它的报道就是 他说 那些人是会sell treasury 所以TLT是会跌 而如果你是逼自己 一定要fit curve 你是看到这里 是真的有个down channel 但你要用的是options 譬如TLT的put options 他现在在做156元 那我们看看 December18号的expiry 156元的exercise price 的put option 1.081 即是说TLT要跌回去154.09 你才起码有钱赚 在12月18号之前 如果看回长期则 154.19 你可以认识 它是差不多 但如果这是一个channel trade 它会不会彈上去 还是继续跌呢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个完全是一个speculative trade 因为如果你要去到一些 一个地步 就是所有那些portfolio manager 拿着那些long-term treasuries 同样地都一直在订货 而将那些cash去买股票的话 你会见到股票市场 其实会升得更加多 就是percentage proportionately 即是说如果你要玩这个thesis的话 如果你相信这个thesis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sector rotation from fixed income to value and growth的话 而你去走去short sell fixed income in the form of buying tlt puts的话 不如你直接买个股票市场上升 你不如买个index 用index futures 或者index options 或者用一些index的etf 因为这些index的etf 是拿着index futures and index options 你不如直接买个index上升 赚钱的机会是大过买tlt的puts 同样都是一个investment thesis 就是那个execution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用tlt puts 但其实你不如直接买个股票市场上升 就更好了 OK 这个其实in graphical form 我画了出来 刚才我和你的分析 either它一直跌下去 或者这里有一个channel 它会弹回上去少少 我觉得它跌下去的机会是会大一点的 但不如你买个大市市场上升更好 另外一个就是tips 这个纯粹是一个inflation hedge 我不觉得有inflation 我不觉得Federal Reserve会加息 那...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tips TIP没什么要做 OK 这个就是其实最后一个chart 我先关掉这个folder 再提一提你 你当我刚才说的那些 娱乐了你一段时候 你很interesting的听完之后 但什么都不要做 just do nothing 因为多做多错 少做小错 不做就不错 我不想你亏了钱跟你老婆 吵架 其实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希望没有闷到你 那现在呢 2020年12月7号 礼拜一 早上10点42分 Dow Jones跌137点 Nasdaq就升47点 S&P就跌了3点左右 那我特意就create了一个list 如果你画面里看到的 我就叫做catalyst 意思就是一些我觉得 或者在上个星期留意到股票的走势 看一看 Eastman Kodak 我已经跟你分析过 我不会碰了 OK And people are slowly taking profit as I expected OK 但of course 之后可能会炒上去 I cannot predict the market American Airlines 今天升了9毫 Again 又是经济重开这个thesis 所以一直炒起股票 Gap 零售业 AMD AMD 上个星期被人炒开 跟着这一只叫做swift technologies 就是在EV方面的 我想如果我逐一只股票跟你go through 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我想我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我会停下一个节目去 多谢你收看今星期的节目 但我会慢慢去scroll down 这个list 等你可以做一个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做一个screen capture 你可以同样地在yahoo finance 去set up 这个screen 而这个只是代表我 今个星期 今个星期2020年12月7日 至到11日 今个星期 我会留意这些股票 因为我留意到 它上一个星期 11月30日 至到12月4日 是有excess activity 有momentum 没有人在炒 我就看看今个星期 有没有follow through 的action 可以收到 找到钱 这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有其他不同的list 但我免得给你看完 有些不同的eV的stock 我们一直看着 一些很active的股票 嗯哼 好 ok 我希望你可以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自己 再加上这个list 好 那就多谢你收听 和收听 今个星期的节目 现在呢 2020年12月7日 星期一 早上10点45分 Dow Jones跌133点 Nasdaq升51点 S&P跌3点 记住 多做多错 少做小错 不做不错 just do nothing 你当我娱乐了你一段时役后 你很开心 但就 just do nothing 亏了钱 和你老婆吵架 I don't want that to happen ok 多谢你收听 今个星期的节目 下个星期再见